菩提自信自然显现 烦恼分别意识心 跟大波涅槃妙心 其心不二 你只要会转念 也无念可转 何以故空性不二 法性不二 不二处当下就是菩提处 凡心圣心不二 无明本空 其心不二就是见性处 不离本处就是菩提 生死当地极空 就是涅槃 生死涅槃本身并没有距离 生死涅槃无距离 本质不二 生死本空 涅槃极限 生死涅槃不二 性相不二 生命不生命不二 常以无常不二 其心本空 固执一切法 本质不二 有的人看着师父 我就知道你们听得懂 最后 佛陀 和祖师的最后的呼应 各位 佛教 是全人类的宗教 大格级的思想 不能极限于少数个人 知识之力变成占有 法一定要传出去 佛法是大无我的 大慈悲 大平等的 这是佛的心 佛法是心法 心如虚空 亮周杀戒 这才是真正的佛弟子 我们佛弟子 每说一句话 做一件事情 都应该注意 是否伤害到佛教 伤害到佛 不好 伤害到法 不好 伤害到身 不好 佛弟子的行为 无论出家在家 都要为 整个佛教负责任 要为全世界人类着想 这是真正 出家人的本怀 也是佛陀的心 这个世界 如果 没有佛法 你可以想象 是一个怎么样 黑暗的世界 是多么悲哀的世界 有谁能够觉悟呢 如果没有今天 没有佛陀的视线 我今天也不会活得 这么快乐 幸福 知足 智慧 读大学的时候 大家 就是 一直 追求 一直读书 一直想要赚钱 还没有 入佛道前 疑心疑鬼 我是指一切众生 看到旁边 人家在讲话 偷偷地讲话 交头接耳 他就想说 是不是在说我坏话 我告诉你 在这个世间 很多事情 有时候 问比不问好 有时候不问 比问好 我们态度很重要 有一个小学生 所以 底下讲的例子 就是 不可以重追猛打 有一个小学生 就是小真 很爱讲话 底下讲的是一个歧视 这个老师 这个小女生 很头痛 每次上课 都在讲话 而这个学生 因为身体 这个脑筋 有时候 转不太过来 常常交头接耳 老师就惩罚他 你去后面站 把两手伸直 半蹲 开始数 下去上来 数一 学生 这小女孩就 爱讲话 被人在处罚 蹲下去就 一 二 三 很小声 数到五十 他们老师说 大声一点 这个小女孩就说 大声一点五十一 大声一点五十二 大声一点五十三 这老师啊 他念到六十 老师说 大声一点 不要念 然后他就念到六十 大声一点 不要念六十一 大声一点六十二 不要念六十二 这个老师 给他气到半死 气到半死 这个老师啊 原谅他了 这个小珍 很爱讲话 这个老师很气 他一个礼拜啊 还很平静 下个礼拜又开始讲话 又开始讲话 这个老师啊 你去外面站 那么爱讲话 老师啊 在念课本的时候 这个小珍啊 又爱讲 跟旁边的交头接耳 摇耳朵 老师啊 你去外面站 他去外面走廊 你刚刚跟那个隔壁的念什么 讲 讲什么 大声一点 嗯 转在嘴巴里面 嗯 老师说 大声一点 嗯 那个小 小珍 小朋友 嗯 我这老师很气 就去拿一次啊 移动性的麦克风 那个 学生带出去 眼珠的 扩音器啊 移动性的 压下气 有声音的 大声一点 他说 老师 那学生突然 小 小珍吓一跳 大声一点 老师的拉链没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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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隔壁来讲 老师的拉链没有拉 本来只有一个小珍知道 第二天啊 早上啊 招会的时候啊 我们以前啊 招会的时候啊 唱歌还踏不踏的啊 要唱 我爱中华 我爱中华 文华悠久 五波第一打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老师的拉链没有拉 老师的拉链没有拉 全校都知道 本来一个人知道而已 所以我告诉你啊 惩罚一个人啊 不可以 痘痘逼人 你看到旁边两个人 在交头接耳的时候啊 稍微低头一下 看看自己的拉链有没有拉 小心一点啊 这就告诉诸位 佛法也是一种高超的生活艺术 用解脱的心 过活我们每一分每一秒 就是佛法 所以不尽三宝 礼佛无意啊 心平就世界平 尽佛尽法尽身 就像啊 整个佛教的根 不尽三宝 树根就会烂坏 所以出家人 但出无道 不出无妙 出家人 要有声歌 声战胜 即使也战胜 佛教就会兴 出家人 出家人 互相勉励 务必要遵守佛陀的比丘戒 比丘尼戒 内部的纷争 千万不要传到 居士的耳朵 这佛陀里面 翻第三篇的 我们比丘里面的纷争 意见 一直讲给居士听 居士会不尊重 我们出家人 我们内部 有一件 内部自己解决 我们不是要 隐藏我们的罪过 而是要奠定居士 对三宝的信心 主位 看到三宝 有信心 我们多么的宽喜 看到即使对我们出家人 没信心 情何以